好 各位朋友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充满爱心的社会 当一个人 一个家庭遭遇不幸的时候 就会有千千万万素昧平生的人 伸出援助之手 献出苛刻爱心 四川省达县一个普通的农家 就有过这样一段不寻常的经历 这家的主人叫杜学园 1982年7月因一次意外的机械事故 被截掉右手指 飞来的横祸使他成的终身残疾 然而祸不单行 一年后 也就是1983年的5月 杜学园的妻子周代兰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病 疑病就是十年 妇产母病使得这个本不宽宜的农家雪上加霜 刚上初中的杜家东方红三包呆姐妹 杜小冬 杜小芳 杜小红 陷入了或者退学 或者送别人抚养的境地 当时我在王氏鬼腿的时候 在他那个园子里去查了个威化战地 杜学园当时挑粉的一个肩膀 他这个云 也确实说家里面没吃点 一个人都要过手 也不喝了 也不喝了 就即将跑到别高 邓建国 原达县赵家镇国土园 是他的一篇妇产母病 无前上学 谁来帮忙东方红三姐妹的报道 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于是 从94年4月份开始 全国各地的捐款 如潮水般涌向了东方红一家 尽管我们无法得知这批捐款的具体数字 但持续到现在的为期两年多的大批捐款 已经让杜学园一家的生活一天天好了起来 然而就在这爱心捐款面前 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1961年局红时 九龙村的农民都在忙着捡拆自家的红局 然而在杜学园家的果林里 记者没能看到往日那独臂耕田 身残至尖的身影 据了解 得到大批捐款以后 从95年8月31号开始 杜学园就把家里的四亩耕地 全部转包给了邻居杜庆光一家耕处 转包期一年 当初怎么想起来把这个 鱼塘啊和这个耕地转包给别人啊 就是说我的各个兄弟的姊妹的 叫我暂停一样 你现在有吃到的 我一个时候 比如说前那个插秧 也必须要一个手拿起一个手分 我一个时候就没法分 我自己确实是没法干扇 的确又要施肥又要插秧又要离地 这些必须双手同时操作的活 对只有一只手的杜学园来说 真是没有办法的事 但在赵家镇上的采访 却让记者了解到 有些必须双手同时操作的事 独臂的杜学园同样可以干得来 老杜经常到这儿来玩啊 这来钱的吗 带钱吗 打钱吗 打钱多大的呀 一块钱 对学员打多大呀 要是一块要是打一天 能输赢能多少 十五十块钱 他们家不是离这儿挺远的吗 怎么天天到这儿来玩啊 看起来可以骑自行车到 骑自行车来 他一个时代可以骑自行车 在茶馆里头干什么呀 那一天啊 找人打麻将 打麻将啊 打麻将那来不来钱的呀 那个打麻将 他一般都是输 一般都是输 你对于党和人民 看到一确实了 或一家属实了 一个时候 忏毁了 权柜给捐资来 打这个报告 说写这个报告 写在中央 震动了权柜 我特别跟他说 就能干嘛 你就过来要整齐哦 他对你来有了钱 就扣了转马往那通 六十二把钱拿着 走到九不当作 受了一个潇洒 潇洒什么意思啊 潇洒嘛就是乱用嘛 乱花钱嘛 他能够不失学 能够扶起来 家庭有了温暖的 应该想到大部分人 还应该有温暖 与杜学园同在一村的 聂家健的住房 在今年的一次大逢中 被刮倒了 聂家健也被砸伤 生活一下陷入了困境 这情形似乎与当年的杜家 有些相似 当时他们家有困难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捐钱啊 我们拿着城市没好的 我们捐了掉 那您这个家里出现困难以后 您知道杜学园给您捐了吗 肯定捐嘛 他都在四十岁都是 当个病人 通过教育他会捐了 肯定捐嘛 我相信他也怕有了个想法 只是他个人也落到这个地位的 那我的想法哟 他会给您捐 啊 最后杜学园捐没捐呢 现在他也没捐 也没有捐 他是说的 他钱是农的说的 如果说是下去收的话 他就拿 没捐的话少些嘛 把基本上都捐了 哦 捐了的人占多数嘛 在社会各界的资助下 东方红三姐妹走进了课堂 但是在农民 人均纯收入不足七百元的达欠 还有许多和东方红三姐妹 有着同样经历的孩子 他们也要上学 捐款支出 东方红三姐妹原来就读的赵家镇中学 陆续收到了寄给学校党支部的一万多块钱 学校为救助更多的失学儿童 建立了东方红基金 这一万多块钱是我们一个副校长专门的馆长 另外一个老师专门的不管财务的 专门的管钱 专服成质 那么最后这一万多块钱解决了多少名困难学生的就学生 大概已经解决了五十多名 就是一万多块钱 这一万多块钱 解决了五十多名 我们这一学期又有四三名 那么后来杜璇知道这一万多块钱以后 他是什么态度呢 他要一下收回去 他要收回去 为为为